要讓我們歡迎從奧迪迪車上下來的就是 戲劇女神 陳奕涵 陳奕涵在2009年擔任連續劇《痞子英雄》 以及電影《聽說女主角》後知名度大開 而且還曾經以《愛愛》以及《軍中樂園》入圍了金馬獎 而今年他入圍了多項大獎 這個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的影集版 他就是電影版的女主角 在2018年這個片子更是當年度電影票房的冠軍 今天他來擔任我們的頒獎嘉賓 真的為典禮增加了大大的亮點囉 大發姐姐 好久不見 而且今天這整身淨裝 哇 好漂亮喔 是褲裝耶 帥氣又俐落 對 想說來參加這個盛會就難得就是來頒獎 就穿得比較隨心 除了頒獎之外 因為妳也是電影版的女主角 那這一次呢 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的影集版 如果有很多 妳有沒有特別對哪一個人或獎項來信心喊話 好 希望雨薇可以順利拿到那個 有打到你是不是這個角色 對…我覺得很感動 演得很好 好 謝謝妳來當頒獎嘉賓 謝謝妳喔 謝謝 女生裡面請 妳好 太太 很高興賣Chuli 這不會很膩 不要長耳化 這是我點的 這是我點的耶 妳看這邊看到了什麼 唉 終於我 這一個大樓的角色對我讓我很不開心 不開心 她家裡的那個喇叭 玩那個飛機的 她有憤怒底在裡面 我一直認你不在 哎呀 哎呀 媽 哈啰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何浩晨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李博英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郭舒瑤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依依杰 一直覺得 素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聽了 快了